要说娱乐圈里最真性情的女明星,郑爽肯定排前面,提到她的名字,本了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的,还是那个雷震雨里边楚楚可怜的楚语群, 按说姑娘出道时,斩尽了天师低利人和,然而却始终对自己的脸在不满意,跑去改头换面,真的是把一手好牌打烂的课代表,在我真正对圈子的点,其实是爽妹子的性格,190后身上所具有的大部分优秀特质,该找的杂的,叛逆,特力独心,敢不敢当,就连整容这种大部分女明星都想尽办法掩盖的事情, 她也敢坦然承认,最近恋情也失垂了,还大大方方的公开恋情晒合照,这把狗粮真是甜到包吼,感觉爽妹子这次终于遇到对的人了,爽妹子就公开调侃男友张恒可娘,还分享了二人的日常趣事有情提醒,后方可能爽妹子的颜值还是那么高, 但从照片上看虽然把吉摩皮加特小加瘦脸大眼,正爽下巴那个位置的斗性,依然蛮强的在那里不离不去,各种强镜头,估计又是手切乱挤斗了吧,爽妹子爱暴斗,更爱挤斗是人皆知,想当年她可是直接直播挤斗斗的,用两根手指用力挤斗斗, 看着斗痛,皮肤全被揪起来,去年正爽在上海签寿新书,更值得她留跟粉丝零距离接触,时都放肥自我素颜上阵,素颜又算了,嘴角闪闪发光的豆豆再次抢劲,近距离看更加明显,其实正爽素颜皮肤状态不算差,除了稍险,暗黄憔悴,最大的bug就是那颗豆豆了,哎,手欠挤了,有豆硬,忍着不挤, 还压怨,那,豆豆到底能不能挤,不建议挤,什么样的豆豆可以挤,咱先仔细观察你的豆豆,如果你的豆豆,那这样的豆豆是可以挤的,只要方法得到,是可以减少皮肤发炎,降低豆疤形成的可能性,并且加速豆豆的愈合,这样的豆豆坚决不要挤,一,处于红皱状态,没有冒出白头,二,按压有痛感, 不但不能挤,最好尽量避免用手碰它三,处于危险地带的豆豆,比如眼周,纯步三角去等四,大面积暴斗最好不要挤,成熟的豆豆该怎么挤,我才不想留下豆印,终于说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了,豆豆该怎么挤,切记不要粗暴的挤,抠,刺,要避免一切可能让豆豆受损结痂的暴力手段, 而且挤豆豆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卫生,毕竟你也不希望,挤完一颗豆,尝了一大片吧,给豆豆耐心的消毒先给豆豆消毒,用酒精或者点酒擦拭豆豆周边皮肤,即要借出豆豆的气质和手,我一定懒得找这些工具, 所以跟我一样,怕麻烦的少女,可以用温和的洗面奶打圈淡气,把脸性干净,手把一定要轻柔,注意,不要清洁性比较强的造机洗面奶,会让豆豆及周围皮肤没有油脂保护,我长豆的时候什么毛孔吸尘气全都不敢用,用得越多豆爆得越狠,在洗面奶越温和越好,如果内容物理,有去豆豆功效的就更完美了, 报道期间,我用的是Proactive加制款洁面素,它里面的成分都特别天然,上脸一点都不刺激,还有一点点水洋酸能直接作用于豆豆,茶树提取物,也有很好的镇定效果,还有让补充缺失的水分和合把油等等,细腻的磨砂颗粒,在普通清洁的同时,磨砂颗粒可以先有效的去除脸部的烙死皮和角质的, 很好的清洁毛孔的污垢和脸部的油脂,Proactive高伦甲肤植物去豆浅面入手,别压抑你的天性,挤它,用两根手指或者棉棒向皮肤深层用力,才能挤得更彻底,如果只是豆豆表面平行用力的话,不仅农业不容易出来,还会使周边皮肤的毛毛受损, 注意,一定不要用指甲,不然用力的过程,终会损害豆豆周边皮肤,如果控制不好,还是用棉棒吧,如果你的技术比较鲜熟,也可以用粉刺着后面的小圆圈,用圆的一端套好豆豆,轻轻倒地下载啦,里面的浓水就会流出来,挤得更干净,力度更好控制, 不会像用手指挤的时候那么痛,挤豆豆到底要挤到什么程度,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,挤不到位,里面的浓液,颜色没有处理干净,还会继续发炎,长成大红包,挤过头了,痛得不行,而且也容易因为绿度过大,损伤皮肤,形成痘印,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,挤豆的正确打菜方式 一,挤出来血,就要停止啦,二,挤出浓液后,再挤还有青色的液体,也要停止挤了,三,用粉刺针扎破洞洞,也挤不出来东西的话,就不要再挤了,偷破的洞洞,用的护肤品,一定要注意,因为会直接进入你的皮肤,一旦成分不安全,练乱三分钟的时候,输到修复,雷蒙强效修复精华效果最好, 拯救烂脸神器,但价格啊实在太高,务实毫升,4100,如获土豪真心推荐,肉眼可见的修复力,但如果经常暴斗,或者是平民哭女孩,可以试试性价比超高的银霜,不但成分十分安全,而且对豆皮烂脸奇效,刚挤过的豆豆涂涂了银霜amp,银油VF第二天挤完豆豆干了之后上银霜, 4个小时之内就能结佳,佳接掉原来尝过豆豆的地方都是平的,大概两三天就能像没长过豆一样完好如初,拯救烂脸性价比超高手不想还没有熟透,这也挤不出,剧痛巨大的那种豆豆,如果等着它自己长出来或者消掉,那将是个无比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, 这个时候可以试试日本nope密集趋豆糕,涂抹之后第二天就不会那么痛了,也不会继续长大,连续用个两三天,将熟的豆豆就会发出来,没太熟了就自己点回去了,趋豆神奇,对眉熟透,剧痛的有极效是nope是专门做米摆机的品牌,所以使用感非常棒,不会粘粘粘的,对先生的豆艺效果也不错,红色豆, 豆豆,硬怎么破,在老练的杂人,也会有失手的时候,那如果一个不小心,豆豆瘪掉了,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新鲜豆硬怎么办,别担心,这种红色豆硬是由于细胞发炎时血管扩张,但豆豆消下去后血管没有马上收索回去引起的,一般就是个会影响妆效的红斑,只要及时发现,及时处理,还是非常容易恢复如初的, 豆豆消掉之后,留下红色的豆硬,这时候还是先生的豆硬,可是用Methostatic的VC精华混合银霜,直接点按在豆很处,很快就被吸收,不会影响后续的护肤流程,不到一个星期豆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 Methostatic小夜灯VC精华书有好多油豆皮的少女,说,这款VC还有收缩毛孔的效果,的确,尤其我这种大油皮毛孔,被油脂盒脏东西撑得特别大时,就会用VC救一救脸,毛孔大的宝宝可以试试啊,用了一个月之后的效果,看到着你知道,到底该怎么安全移动了吗? 不过再次重申,如果能控制住,就不要积极斗一时爽,豆硬很难消千万别学正爽,挂着大大的豆硬在脸上啦 And have a nice day